首先呢 我要讲第一个故事 我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的时候 大家请你如果知道答案的话 请你举手答复 不要坐在座位上喊 答对了 有奖 奖品站不宣布 各位都知道 贵校的校长姓祝 祝家华 对不对 在中国历史上 请问姓祝的人当中 哪一个最有名 举手讲 好 你讲 对不起 我听不见 祝英台 答对了 其实还有一个姓祝 叫做祝荣 祝荣 但是他是 山海经上的神话人物 他是火神 所以不算 所以祝英台得到第一名 有人讲 祝英台这个小说是杜撰的 不是杜撰的 梁祝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真的 为什么呢 祝英台他是东晋 东晋的浙江上渝人 梁三伯是会计人 他们两个真的是 但是在杭州念书的时候 有三年同学的经验 这个梁三伯书是读得不错 不脑袋不十分清楚 他跟朱英台同学三年 还不知道他是女的 还跟他结拜兄弟 那么等到三年起满 朱英台的父母要他回家 他知道非走不可了 梁三伯就是送他 到了最后一天晚上 朱英台告诉他说 我是女的 你还不知道 哇 他听得好高兴 就觉得要去迎娶 并且他们海蒙三世 私定终身 没想到朱英台一回去 他爸爸就跟他讲 我已经把你许配个 许配啊 把他安排嫁给 马太守的儿子叫马文才 这个马文才啊 仗着家世啊 是一个顽固子弟 但是在那个年代 也不能反抗嘛 那么就这门婚事就讲定了 梁三伯知道之后呢 非常的痛苦 生病了 最后呢就不幸病死了 等到朱英台要上了花轿 要轿的时候 花轿到了梁三伯的墓前 突然间这个狂风大作 没办法往前走了 朱英台就下来拜墓 结果一拜墓呢 墓就裂开来了 轰然一声裂开来 他一跳进去墓又合起来了 然后呢 飞出两只蝴蝶 据称是他们两人的化身 所以西方人翻译这个梁柱 把它翻译什么呢 The Butterfly Lover 我怎么说这是真的事情呢 因为当时东晋的宰相 叫做谢安 各位谢安不知道记彼的 就是肥水之战 以八万人打败 八十万人的 我们抗前情的名将 他是宰相 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特别迁请 当时的皇帝 要予以包养 皇帝就封他做义妇 义就是道义的义 妇是妇女妇 义妇 梁三伯的墓呢 也被封作义妇总 所以可见呢 这四个有这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 这个故事啊 后来香港呢 电影拍了一部 以黄梅调为主的 1963年 在场很多人都看过 哇 轰动得不得了 香港 澳门 台湾 东南亚 林波 那个里 轰得不得了 非常非常地著名 这个中间所代表的故事呢 就是一个是情 一个是义 尤其是一个信一个义 讲好的 要嫁取的 没有想到后来告吹了 这个马文才横刀夺爱 事隔1600年 我们信马的还是感到不安 当然了 虽然不是我干的 但是 但总觉得 这个非君子之道 所以呢 助校长要我演讲 我不敢拒绝 因为我们不能再做 对不起姓助的人的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